德国队此一阵容并不起整 参加欧冠决赛的八名败人球员 延迟归队 瑞士队主帅西斯菲尔德 首次与自己祖国的球队交锋 他也率先送上进球大礼 第21分钟 德尔迪约克推射破门 帮助瑞士队率先打克僵局 紧固了两分钟 又是德尔迪约克 他轻松攻入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二球 第25分钟 效力于德甲·洛·库森的德尔迪约克 差点完成帽子气法 幸好皮球被德国门将特尔什特根 及时扑出 上半场最后时刻 德国队利用任意球颁服一程 第50分钟 德尔迪约克又进球了 主场作战的瑞士人完全主宰了比赛 第64分钟 德国队攻入了幸运的一球 许尔勒进区外冷射 贝纳利奥判断失误将球漏进了大门 然而追过一球的德国队还没有结束 欢呼瑞士队就再次将领先优势扩大 第72分钟 德国队再次顽强地将分差缩小至一球 罗伊斯接克洛泽左路传球 竞射破门 但是德国队本场比赛糟糕的防守 彻底断送了他们逆转的希望 第76分钟 瑞士队梅和梅迪的补射 将最终的比分定格在5比3 丢了5球的德国队似乎更应该庆幸 瑞士人的射数不惊 本场比赛也是德国队2004年4月热身赛1比5赋于罗马尼亚以来 首次登场丢掉5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